中文字幕 李宗盛 姚恩恩 你说很想说这宗 这宗打通勾 为什么呢 其实我自己经常都出差 也是昨天出完差 因为我们一团五十多个人 一起是过关的 有一些是可以用这宗 有一些是不能够用这宗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如果你能够有登记或者有这个科技 去帮助过关的话 其实就是很舒服的 是很快的 也回应应应该是两个星期之前 你说的就是香港的机场过关 或者所有入境口岸 其实都很有效率 要有这些东西 嗯 我想最主要就是 我们香港人在这方面太幸福 过这里是很方便 你还习惯了 对 那反过来 我都听闻过不少的外国的游客 包括一些国际企业的中层或者高层 以至到一本很出名的国际集园 叫Monocle M-O-N-O-C-L-E 一个总部 亲口跟我说 他说 香港我们真的很喜欢 一样都好 唯独是我们过关 真的有点猛 他说 譬如香港一个这么大的城市 一个transit city 就是整天都有人出入境 过境 我们怎么可能排九个字 一个小时 才可以出到去 他说 接着就看到你们这些人 是 哈哈 每个人有几分钟是出到去的 就是他觉得不可以接受 他觉得这个真的太过分了 那是没那么生气的 他看到就是有这些人 这么快的 反而又比较 反而自己站着就觉得更加长 是的 所以其实这个 还有入境处的数字呢 就是 这方面呢 我就不敢说他很五道姓 那他说通关他人数的平均时间 一直在 缩减 或者已经很低了 其实是因为他计算了所有香港人 进去 这个又是份子和份墨的问题 又回去了 如果你混淡了 你混淡了 你的份墓越大 那我们的时间越短 于是乎就越来越短时间 但如果你抽两个份数来看 就是香港人的平均过关时间 和其他非香港人的平均过关时间 你就会发现他那个时间可能是很重要 所以其实希望立法会议员 就多些问清楚 就是分开它 把份墓整清楚点 是的 这些是很基本的数学题 入境处要处理数字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 其实都可以看看 究竟我们越来越能够和其他不同的国家 是有一些协定 就是你来的时候又可以快点 我们去的你的国家的时候 或者城市的时候也可以快点